她真的好颠 她真的好爱 她原本只想买个乐团 静静地欣赏前任的她 却没成想发现了她丈夫的秘密 为了不让她知道真相后太过伤心 她私自取消了乐团的演出 并威胁世英离婚回到她的身边 不然她就取消乐团的所有音乐会 而世英只以为这是她的挑衅 所以很快就用一场户外演出将她击退 但这场演出的成功 也让她亲眼看到丈夫的秘密 当男人想追上世英解释时 却被刘氏宰拦了下来 而此时男人身后的李亚珍 也终于得意地笑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要的结果 因为男人兼职乐团的作曲家和讲师 所以在世英回国前 他们两人一来二去地就鬼混到一起 然而世英的突然回归让女人有了危机 她开始半夜发消息给男人 故意在男人的车上遗留自己的痕迹 但见世英始终没有发现她的存在 而且男人还试图要带世英重新出国 所以她彻底急了 于是就故意发来邀请信息 让世英来见证她和男人的感情 她以为男人反正就要离开 她这一把火不过是加快了速度 可她的加速度 却是男人根本就没有的想法 因为她现在只想赶紧回去找到世英 去解释这个无法解释的事实 至于李亚珍她爱干嘛干嘛 然而世英并没有回家 她一个人浑浑噩噩地走在路上 还差点被车给撞倒 幸好被刘世仔及时拉回 告诉世英阻止她开音乐会的目的正因如此 不过这不解释还好 解释完世英更生气了 音乐对她来说可比男人重要多了 看来刘世仔这么多年还是没有明白 警告她不要插手自己的人生后 世英就独自一人来到酒吧 看着丈夫打来的电话 她想到了那年 那是她作为指挥的第一次演出结束 身为作曲家的男人第一个给她发出祝贺 并送给她一首新的曲目 曲目名就是求婚 而她也是一词许诺要占据世英剩下的人生 对于她的突然求婚 世英有些吃惊 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就稀里糊涂被她戴上戒指 许下了后半生 也许是伤心的人更容易醉 没多久她就趴在了吧台上 直到这时一直悄悄跟着她的刘世仔 才敢一脸心疼地来到她的身后 于是在丈夫再次打来电话时她接了 这话虽然说得非常容易让人误会 但刘世仔却做得清清白白 在把世英放到酒店后 她就一直守在楼下 等世英出现的瞬间 她就直接冲上来 说是已经准备好了各种款式的节酒早餐 却被世英选择直接无视 此时世英的丈夫坐了一晚上 脑海中一直循环播放着刘世仔的话 这时世英回来直接提出离婚 男人急忙开始解释 至于理由当然还是寂寞背了锅 眼见世英要走她急忙使用了杀手锏 质问世英昨天不也是跟刘世仔在一起 世英气她无耻反手就是一巴掌 此刻世英不但被她恶心到了 还触动到了内心最恐怖的记忆 她的视野再次模糊 伯耿也开始微微作痛 来到乐团后正好看到了李亚珍 两人四目相对后 世英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但这却让女人有种被无视的感觉 所以她就非常豪横地闯进世英的办公室 挑衅地说世英竟然还敢来 难道不觉得现在两人的处境很尴尬吗 世英没想到她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如果真的要走一个人的话 也是他李亚珍 看着不知廉耻的女人世英步步逼近 警告女人不要乱搞什么小动作 让他们两个处于没必要面对彼此的状况 随后让女人赶紧滚出自己的办公室 而这可把女人委屈坏了 委屈巴巴地给男人打去诉苦电话 但那边却始终是无人接听 所以等再见世英 她更是气得牙根痒痒 在世英对这次户外演出的不足进行分析时 一直以乐团老好人世人的她开始挑衅 然而她这点小伎俩世英压根不屑 三言两语就让她无地自容 而与此同时在乐团的办公室里 两个和车世英有关的男人 一个劝对方识相 一个让对方不要跃解 作为乐团的理事长 她直接把这个三年都没有做出过曲子 但还一直待在乐团的废物作曲家给辞退了 此时代表还想帮忙解释 但没成想男人直接同意辞职 这就让刘世仔非常欣慰她的识相 而男人也听出她的言外之意 恶狠狠地警告刘世仔也休想乐界 此时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乐团代表 还傻乎乎地去找世英 让她去和理事长求情为丈夫说几句好话 但不成想被世英拒绝 说作曲家教不出作品而被开除本来就没有毛病 就是如此冷淡的操作 让代表都有点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夫妻 于是马上就有人送来答案 因为次日一早 知名指挥家丈夫交新女朋友的新闻就铺天盖地传来 这时不止看到新闻的世英傻眼了 乐团的每个人也都是震惊无比 只有两个当事人还都蒙在鼓里 不明白今天大家为何都对他们指指点点 此时男人的朋友还想帮忙辩解 说他和男人认识多年 他不是这样的人 照片一定是被人合成的 但被乐团里的金凤柱给直接反驳 而且在他看来像世英这种功成名就的人 肯定无法承受这种屈辱 因为太丢面了 所以他非常肯定世英会因此离开韩国 而这才是他真正期待的 不为别的就因为世英在点评演出视频时 说他的呼吸有点问题 让他多锻炼身体调整呼吸 他就因此记恨上了世英 而他之所以会呼吸出现问题 是因为他是个瘾君子 所以才会在楼道中无一拍下了那件丑闻 并为了报复世英将此曝光出来 而就是因为这件丑闻的曝光 对乐团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不止乐团代表压力倍增 担心乐团就此倒闭 就连一致千金买下乐团的刘世仔 也被董事集体指责 说他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而就在众人都不知道如何解决这次危机时 世英突然去参加了电视台的直播访谈 然后在主持人问到关于丈夫的事件时 世英当即表示自己会离婚 此时看到节目的刘世仔开心极了 想着自己终于有机会了 但马上他就又伤心了 因为世英说离婚的前提是那张照片是真的 他否认了那张照片的真实性 还说自己的丈夫没有女朋友 刘世仔的眼睛瞪得像同龄 他实在搞不懂这种家伙 世英为何还要维护 而同样的男人也很不解 不解自己都这么乱了 世英不但不扔了自己 还说马上有合作的新群雾问世 整个过程只有李亚珍全程苦瓜脸 恶狠狠地瞪着电视上的世英 等世英参加完访谈要离开时 刘世仔非一般地赶来 质问世英为何要这么做 却被世英再次警告少插手自己的事 然后在丈夫同样也还没搞清楚什么情况时 他被校长叫到办公室 却发现世英已经等在这里 不但给他解释了那个事件是被造谣 还帮他请好了一周作曲的假期 正当男人感动到不行的时候 世英告诉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他 他只是破坏了自己的婚姻 他绝不允许男人再破坏他的乐团 就这样在大家的震惊中 世英取消了乐团这周所有的彩排 然后等代表打来电话质问 说那个废物承认做不出曲目 已经自己辞职了 现在拿什么来完成演出时 世英只说让他不要担心 演出会正常进行 但其实他并没有任何准备 确实只把希望都寄托在男人身上 然而等他来到男人的出租屋 男人已经在自暴自弃 哭诉自己真的不中用了 什么都写不出来 听此世英的暴脾气瞬间被点燃 点出男人做事总是轻言放弃 不如意就总是找借口 所以到现在才一事无成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内 世英一直待在这里 和男人相互配合 争执争吵以及相看两眼互相无语的状态下 匕首新的曲目终于诞生了 而曲目名就是向日葵 是男人给世英的备注 也是他求婚时送给世英的那束花 而这也让男人信心倍增 突然觉得自己又行了 对世英诉说着没有他就活不下去的情况 深情的恳求可以和世英重归于好 可就在此时 李亚真气呼呼的灯门 直接拍出自己怀孕的照片 男人一看傻眼了 想拥有一个孩子是他一直期盼的 一时间让他陷入难以抉择的境地 因为这个诱惑对他实在太大 世英也看出了他的为难 所以虽然有些气愤 但也很快调整好心态 对丈夫发出了祝贺 而就是这句话让李亚真觉得 自己可以携天子以令诸侯 但就是现在不行 他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处理 所以他便催促男人 尽快解决好他的私事 而最终以为自己已经是正宫娘娘的李亚真 还是被男人带出了他所谓自己的家 所以他就生气了 质问男人是不是不想要孩子 而男人却说他还没有想好 让女人给他时间思考 他似乎还准备在世英和孩子之间二选一 甚至两个都不失去 回来后男人说他想静静 而这可真的气坏了世英 怎么又多出来一个静静 让世英都忍不住为李亚真打抱不平 要他尽快完成曲目的收尾工作 而世英真的是低估了刘世仔对他的爱 他嘴上说着要解散乐团 但却一直在背地保护他 那个试图要把世英赶出乐团的瘾君子 此时也被他找人带到了自己的面前 但男人却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父亲议员的身份 让他早就对这些所谓的财阀有恃无恐 但他怎么都没想到 他口中的议员父亲随后也被请来 还对着刘世仔点头哈腰的 二话不说就先给男人一巴掌 于是这小子就被亲爹给锁在了家里 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 彻底没了捣乱的机会 与此同时 世英要的曲目终于完成 在从准前夫那离开之前 他把一封文件交给他 里面是他已经替纠结的男人做好的抉择 此时一直担心世英的露娜 看到世英终于来到乐团急忙跟着出来 想关心他这两天过得怎样 但世英接到父亲的电话 让他心中的担心没有说出口 原来那天户外演出结束后 他看到了争执的两人 猜到他们之间不堪的关系 所以他有些担心世英 于是他擅作主张找到雅珍 把新的乐谱交给他 特别强调这是男人在世英的鼓励下完成 话里有话就是想看李亚珍的反应 而且他还一直东张西望 试图在这个家里发现些蛛丝马迹 却看到女人开始疯狂呕吐 让他瞬间意识到什么 而造成李亚珍呕吐的罪魁祸首依然还在纠结 看一眼世英给他的离婚协议 再看一眼李亚珍给他的照片 还是没有想好如何抉择 第二天的排练 李亚珍和被爸爸关起来的金凤柱依旧没来 世英也不准备等他们 直接开始排练这首新的曲目向日葵 也为自己和丈夫的感情彻底画上句号 但在排练的同时 他却依旧和丈夫参加电视节目 还把他说成一个完美的伴侣 可谓给足了他的面子 而也是因此 世英这场回国真正的首秀 门票开放抢购后直接销售一空 而那个当初买下乐团 恨不得天天待在这里看世英的刘世仔 最近可是一次都没出现 就待在自己的小黑屋里 看着世英和丈夫秀恩爱的报道 气得吹鼻子瞪眼 但相对于他的生闷气 李亚珍可就暴躁多了 想求世英看在孩子的份上把男人让给他 但想了想他又全部删除 这时他拿起桌上的乐谱越看越激动 最终还发颠起来直接把乐谱给撕了 次日在上班的路上 世英的小迷递助理喋喋不休地说着对世英的崇拜 听得世英实在受不了 只好戴着耳机闭目养神 而也正是因此差点要了他的命 此时音乐会又马上要开始 所以在医院醒来后 世英直接拔掉手臂上的针管 不顾任何人的阻拦坚持出院 直到爸爸出现他才安静下来 而爸爸在安抚好世英后 更是劝退了所有要留下照顾的人 说他想好好陪伴女儿 于是被一块赶走的两个情敌 就开始互相阴阳 刘世仔更是直接大打出手 随后从刘世仔的口中 男人才知道撞伤世英的人是李亚珍 他气得直接去找女人质问 而李亚珍却一脸无辜说他不是有意的 但男人已经不相信他的鬼话 所以他终于下定决心提出了分手 此时女人还想用肚子里的孩子挽留 却被男人告知 孩子你生我养 但你我不要了 这可把李亚珍给气疯了 现在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 但世英胳膊又被打上石膏 所以大家都在商量看能不能考虑延期 但被世英直接给否定了 告诉他们音乐会会准时举行 到时他也会出现在现场 至于这段时间的排练就交给曾经的吴指挥 当然这也免不了代表亲自去请 好在最终吴指挥不计前嫌答应帮忙 所有的计划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这边气不过的李亚珍跑来找世英 告诉他这场事故就是意外 本来还想刺激一下世英看他发狂 可世英根本没有那些功夫 因为在他眼里音乐重于一切 还说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离开的时候带上门 这可把女人气得半死 这边刘世仔十分关心世英的身体 被主治医生告知没有世英的检查结果 因为他本人拒绝抽血化验 而这就让刘世仔想到当年 世英晕倒在医院醒来后 他也是直接拔掉胳膊上的针头 坚称自己只是贫血并拒绝任何检查 这不得不让刘世仔十分疑惑 与此同时负责事故的刑警找到李亚珍 告诉他这次事故并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故意破坏了刹车 所以问到了他的怀疑对象 而李亚珍首先想到的当然就是世英 然而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当刑警找上门的时候世英一脸淡然 自己没做过不怕他们查 随着演出时间的接近 世英已经拆掉了胳膊上的石膏 舞台上的每一个细节全都亲力亲为 是要完成这场不一样的手秀 然而此时刘世仔已经查到了世英的妈妈 并得知了他患有雷鸣顿时症 这种病身体会出现剑洞 记忆也会逐渐消失 直至完全失忆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种病有一半的遗传几率 于是在音乐会已经准备妥罢 所有人准备就绪 万众瞩目聚焦于舞台 只差世英出场时 他来了 反正一兀 飞泞吉语 你把准备遇了唐所 你这一兀的偶尔 曼 ia是 你这么自然之六 我就是要